本师释迦摩尼佛 如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言 各位就在家阿弥陀佛 你看课本三百一十三篇 讲到这个忍录 摄护于众生 菩萨修忍度 奈愿安受苦及地查伐忍 这里讲到三种忍 我们先来看 他说再说忍度 就是忍入波罗蜜 就是忍度 菩萨行是为了臣佛 臣佛一定要摄化众生 那么摄念众生 修起摄受众生的布施 互念众生的境界 才能利益众生 而后臣佛 好 那么这个是延续的前面 布施词戒来说 那么布施是这个所谓的 他说摄受众生 为什么布施是摄受众生呢 我们常常说要度众生 必须先跟众生有善缘 如果没有善缘 他没有办法听你的话 他对你的印象不好 所以他第一个答案 跟你没有缘 或是没有善缘 那你对他没有或有利益 所以没有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利益他 就算你讲得再好 但是你跟他没有缘 你也度不了他 就算你再有慈悲心 但是你就是利益不了他 所以对众生的布施 一部分是你藉由布施 那么你成就你本身的善业 第二部分就是增长 藉由布施增长你本身的慈悲心 第三个就是藉由布施 你扩大你跟众生之间的善缘 我们叫做广结善缘 所以通常是未曾佛道 先结人缘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布施是带给众生利益 那么持戒是不伤害众生 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 因为你不持戒 那么持戒基本上就是不伤害众生 不管是杀到盈望 都是会伤害众生的 那么你透过持戒 那么不伤害众生 所以就是互念 前面是射受 因为这样你就不跟众生结恶缘 因为你如果跟众生结恶缘 他不但不缺你的话 你叫他往东 他偏就要往西 你叫他不要做 他偏就要做给你看 你不能利益他 那么你说的话还会刺激到他 因为你就跟他有恶缘 所以你要成佛 成佛之前一定要利益众生 如果你只是自己要解脱 那你没有利益众生 问题不大 但是你如果要成佛 那你必须先有利益众生的事实跟能力 你才有办法成就佛道 所以第一点就是你要跟众生有善缘 那么第二点就是你不能跟众生有恶缘 那么这个就必须透过布施跟持戒 当然从你自身来讲 他基本上就是自立力他这一部分 从你本身来讲 你本身必须有善业 不能有恶业 说完全没有恶业那也不可能 就是没有重大的恶业 足以战道的恶业 所以你要利益一个人 你要利益一个人 不管是你爸爸 你妈妈 你儿子 你女儿 你兄弟姐妹 你同事 你同学 那么你觉得他跟你很好 你想要把很好的东西介绍给他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你觉得佛法很好 你希望你妈妈学果 你希望你爸爸学果 你希望你的儿子 女儿 兄弟姐妹 同事 同学 好朋友 这些人来学佛 但是他不一定欠你的 那么这个中间就牵扯到 第一个 你有没有足够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力量包括你自己的福报 你的能力 总重点是你的能力 那你的能力就包括 你有沒有这种智慧 你知道怎么影响它 然后就是你本身有没有力量 然后对方有没有善根 就是你要先有去这个善愿 那么你还要有这种力量 就是你当然你要有智慧 不然你怎么引导它 你没有办法引导它 那么你想引导它 那你本身没有力量 你想把人家牵起来 你自己都没有力量 反而会被它拖下去 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有力量 这个必须通过你的善愿 那这种力量包括福德跟智慧 福报跟智慧 你的福报不够 那么你自己的障碍都很多 你自己都需要别人帮忙 你怎么可能去帮忙别人 你的智慧不够 你自己都需要别人引导 你怎么可能去引导别人 所以福报跟智慧是很重要的 你先要修福报跟智慧 那么这个就必须透过善愿 跟多伟讯息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你还要跟众生结善愿 就是你要有很大的悲心 去利益这些 想要去利益这些众生 因为你没有悲心 你就不会广结善愿 广照善愿 那么这一部分 所以菩萨道很强调悲心就是这样 那么你做这些事 都是为了要成果度众生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还没成果之前就要度众生 那么成了佛就是为了更容易 更广大的度更多的众生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布施跟慈见 那么是最先做的 其实就是这样 先掌养你自己的力量 然后你不跟众生结恶缘 那当然都以波罗为老 就是要有智慧 那么接下来的忍辱 布施慈见忍辱 这个叫三福行 那么都是 就是在掌养你的力量 布施跟慈见 都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我有钱我要给谁 我有钱我要捐哪一个团体 我有能力我要帮助谁 那么这个都是你发自于你内心 你自己愿意这样去做的 没有人强迫你的 所以这个做起来老实讲 比较容易一点 当然你可以不捐 你可以捐 你可以不帮 你可以帮 你自己有选择权 布施就是这样 那我有能力 这个能力包括你的权力 你的财富 你的智慧 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职位 那么有些人需要帮忙 比如说好 你在护政事务所当这个主管 那刚好有人需要帮忙 那么土地上面弄不清楚 那么你刚好有这种专场 那么你很尽你自己所有的能力 一般人反正不供我的事 或是反正我就按照程序来 然后你做做做 不能做就算了 你自己解决 但是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能力 那么尽量的把他 尽量为他找资源 或尽量为他联络 因为一般人没办法找 那么你把他做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说那也是你的能力 你有这种 你有这种能力 这个能力包括 也许是你的职位 也许是你的人员 你的关系 也许是你的财富 也许是你的智慧 种种种种 也许是你的技术 那么你愿意帮他 那么这个都是由你自己选择的 你用选择权 我愿意帮他 我不愿意帮他 我愿意帮到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你都可以自己选择的 那么持戒也是你自己选的 而且是利益你自己的 我不伤害他 我不伤害他 我要持什么戒 我要持什么戒 我要持五戒 我要持八观戒戒 我要持到怎么样 那么是你自己选的 我要吃素 我要吃奶素 要吃淡奶素 要吃五心素 要吃泉素 要吃泉素 那个都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这个 这个说起来比较不那么困难 但是忍辱就不是 忍辱是 这个境界是我不喜欢的 我讨厌的 我不愿意的 可是偏偏给我遇上了 所以要忍就是 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没办法听进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这样的东西 是我讨厌的 我不喜欢的 所以我必须被迫接受 然后这一部分 如果你不能克制 不能忍辱的话 那么即使你不思辞见 那么终究 终究也会坏的大事 就是你会因为你不能忍辱 你之前即使 你之前即使救了很多人 救了一百个人 做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因为你不能忍辱 你可能就杀了那一个人 但是杀了那一个人 就让你前面 救一百个人的力量 就会减损非常的大 那么你前面救一百个人 也不会抹杀掉 也不会 但是因为你杀了这个人 因为他那个杀心是很强的 你自己持了五十年的戒 但是后来因为受不了 那么你就杀了人 杀了人当然就犯杀戒 那么如果你的内心还为这个 你就会因为他责母 因为他责母 所以这种忍辱的功夫 为什么放在布施持戒之后 那么仪教经讲 这个忍辱 为持戒苦恨所不能及 你持戒 我们说你持戒是你自己愿意的 我什么时候要去做八观摘戒 要去做五戒 要去行菩萨戒 我欢喜的 包括苦恨 苦恨 苦恨就是 苦恨也很辛苦 一麻一麻 一辈子举一只手 一辈子举一只脚 住在树上 住在树下 然后很多种受苦 可是这个苦也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愿意受这种苦 因为透过这种苦磨虐你的心智 你可以选择你要受的苦 我裸体不穿衣服 在沙地里面抗热 反正种种种种 印度很多苦行 那佛教就叫做偷偷行 我一天只吃一餐 一餐只吃一碗饭 反正就很多种 三个月不洗澡 反正或是我都不住房子 都住树下 这些持戒苦恨所不能及 如果你不能忍路 这些我们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自己愿意 但是遇到我们不能选择 我们不愿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那我们等一下看 他说那么重点是你要利益众生 但是遇到这些境界 你要利益他的心 不要说利益他 你不伤害他 我们说那个就是 你就已经很厉害了 不要说你还有利益他的心 那么佛 大圣佛法里面的所谓的菩萨 他是不能离开菩提心的 我们说所谓的菩萨 菩萨界就是以菩提心为见 菩萨界是以菩提心为见 那么你只要维持菩提心 那么你就是犯根本见 所以菩萨他基本上就是菩提撒多 菩提撒多 那菩提撒多就是追求 就是成佛 想要成佛的人 那成佛是要做什么 所以他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阿尼多能三八三八 菩提心是要成佛 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我们一般常常讲 上成佛到下化众生 那么你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才可以 没有限制的 那么最多数的度化一切众生 你没有成佛 你的能力就是不到圆满 你是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很厉害的 一生补出 下一生就成佛 但是他就是度不了等觉菩萨 他的烦恼他也有 他不足了他也不足 他就还不到圆满 而且他就力量还不够 他已经比一般的人 已经是菩萨中的顶阶了 但是就是还没圆满 所以他就有局限 还是有限制 只有成佛才没有限制 你就是为了要 没有限制的度一切众生 你才要成佛 要不然就做等觉菩萨 他都很会度众生 但是就是再怎么会度众生 那么你也有限 有量 佛弟子里面最会度众生的家六头语 教化第一 那么度了九百 据经典里面讲度了一千家 第一千家的时候被杀死 那么一千家就几千个人 但是跟佛陀比也是小无限大物 也是小无限大物 所以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广大无量没有局限的度众生 那所以度众生是来自于 你一定要保持着大悲心 就是这个大悲心 当然我们说菩提 所谓的菩萨有三心 第一个就是智慧的心 他叫做无所得心 就是你要有不止取 就是你要至少 就是你要能够真正的 有这个智慧 不能为了这个心 主要就是我们说有性空慧 他说无所得心 这个是智慧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一般讲无所得心 其实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性空慧 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 就是要有佛法的智慧 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那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 你没有你想要引导众生 不是这样 你却引导到那样 那么你不能 你不能以佛法来引导众生 而是以外道的邪见来引导众生 那不跟你学还好 跟你学本来是在佛教里面变成外道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在怎么有大悲心 你在怎么慈悲 在怎么有能力 可是你的智慧是错的 不跟你学我还在佛门中 跟你学我就出了佛门了 就变成外道了 为什么 你的观念错误嘛 你有邪见嘛 你有借性取见嘛 所以你必须要有佛法的智慧 那佛法的智慧 一定不离开解脱的智慧 所以金刚经讲 若染生 若胎生 若世生 若化生 若有生 若无受 我皆令入无与涅槃 就是你要让这些众生能够得解忠 无与涅槃就是没有苦 没有任何的苦 有余就是还有苦 还有烦恼 还有苦 或是那个生苦 留有生苦 就是完全没有苦的境界 那么你要让众生没有苦 那么你必须要引导众生 怎么样去除苦的根本 苦的根本是什么 烦恼 苦是怎么来的 有叶来 叶怎么来 有烦恼来 烦恼怎么来 有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就是直取有我的心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无我的 无我的智慧 就是怎么样能够解脱这样的轮回 那么因为有我你才有业 有我爱我见 那么就有业 有业造业相续造业就成熟 成熟就受报 就轮回 有时候善业 有时候恶业 都是有漏人烟 所以你一定要无所能之心 那么第一个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出轮回 第二个你也可以教众生出轮回 你自己都用错误的方法 那么你怎么能够引导众生 给他正确的方法 就好像你生了病 那么这种病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那么新冠肺炎才由病毒引起的 那么你要防止这个新冠肺炎 或是你要治疗这个新冠肺炎 你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 就是你第一个要防止他 带口渣或是洗手这些 那么如果真的生了病 然后必须隔离 然后做治疗 那你这种正确的观念没有 你用错误的方法 你给他贴符水 喝符水 然后挂佛牌 然后他就可以防止新冠肺炎 你认为这个戴口罩没有用 你只要身上挂个佛牌就可以了 像印度最近死很多人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恒河是圣水 那么一大群人 婆罗门都 他们印度教的很多都到恒河里面去洗 那么一大群人都滴在那里 就导致这个新冠肺炎传染得非常快 就宗教上的错误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这个梵天 这个施婆神或是匹斯努 那么的加持恒河水的力量 因为他们认为恒河的水是圣洩的 可以洗去一切的罪业 可以洗去一切的病毒 结果一大群人就在那里 反而让他的病毒快速的传播 那么这个就是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那佛教里面有些也是这样 那么你的痛苦是由夜来的 夜是由烦恼来的 烦恼是由我见我爱来的 你的修行不能去除你的我见我爱 不能够先削减你的我见我爱 那么让你不去造恶业 那么让你让你让你可以 诸如莫作重上奉险 那么你却一直 就是说你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天天只是祈求怪异菩萨慈悲 祈求阿弥陀佛放光 祈求药师佛加持 让你的病可以消除 那么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那么就是你也很慈悲阿 做了很多座牌分给每一个人 佩戴在身上阿 然后念了很多座水 分给每一个人一个人一罐阿 喝了可以保平安阿 你也很慈悲 你也很有能力 你可以义务的送这些人 但是让大家都相信我只要喝了这个 我只要挂了这个就可以保平安 就可以没有事 那这种观念 反而不能引导众生到正确的路上 反而走错路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所谓的波仁的智慧 那么所有佛法的智慧 都是在解决苦的问题 那么你要正确的看待 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叫做因嘛 苦因嘛 那么要怎么样正确的解决这样的苦 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生会面临很多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生命上的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愿真会爱别离求不得 生命上的问题 老便死 那还有种种种种 人事上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那么工作的问题 多的是 那么这些问题它都有因有缘 它既然形成问题 它就是一个果 这个果必然有因跟远然 那么你必须要正确的 要用佛法 凡事都是缘起的 因缘合的 那么你必须透过正确的方法 去解决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才能解决 那么如果你没有透过正确的方法 那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但是我们佛教徒很多后来 那么很多人强调观金菩萨的灵感 阿弥陀佛的威德 要施佛的 要施佛的慈悲 那么都认为 你念要施咒 念阿弥陀佛 那么念金念咒 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 同事的问题 反正 你都诵金持咒念佛就会好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这样不是佛法 告诉我们的方法 凡事都有因有缘 你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 比如说好 那么我身体不好 那么如果说身体不好的话 那有很多因缘 有过去的 有现在的 有生理的 有心理的 有物理的 引起的 那么你要去查你原因 是不是生魔作息 不对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对 是不是住的环境 不好 影响了你 卫生不好 或是环境不好 或是你住的是福射屋 那你吃的东西有毒 反正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你要先去查明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影响到你 那么你查明了 你才有正确的方法 你不是身体不好 你就在家念阿弥陀佛 身体就好 没有钱 在家念阿弥陀佛 那么经济就会变好 儿子不孝顺 在家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教育他 你什么事你都这样 这个不是佛教的方法 佛教的方法就是 你要很有智慧地去判断 这件事情是 现在是什么问题 就好像医生看 现在是什么病 要先查病 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那么一样 那我们 你要让众生得解脱 你自己都没有这种观念 你自己没有这种观念 比如一个例外讲 你自己生病了 你觉得我要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水 念念念念 喝下去就会好 那么也有可能 你的病不重 那么你的信心加强 让你喝了水之后 真的病也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从此你就相信 大悲咒水是一切病 所以当然有人生病的时候 你要不是念给他 就是叫他自己念来喝 那么就会好 你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依你的经验 是这样子的 依你的 就好像有小时候 我也吃香灰 那我们父母也是吃香灰 那么吃香灰不行 再用那个浮水 再烧一烧再喝 因为他们也有几次吃香灰 吃到病好 他就觉得 这个病好 这个会好 因为没办法 因为以前乡下医疗 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要去一趟医院 那很麻烦的 那也没有那么多家以前 所以以前 以前都是刮那个药袋 家里准备那个药袋 几个常用药袋 那很少去医院的 那所以不得已都是去庙里面 拿那个香灰浮水来喝 那医药好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吃了好了 你就觉得 这个 这些王爷啊 这些神啊 三太子啊 非常灵验的 你只要牵整个祈求他 那么他会治你一切病的 那不管什么病 那个香味是一样的嘛 都是一样的香味嘛 只是符咒也有很不一样 那是也很显样的符咒 我妈妈去求那个符来 那烧一烧我就喝下去啊 我记得我喝过好多湯了 那么这种 这种观念 不是佛法的正确观念 那我们现在有类似像样这样的 只是我们不是吃香灰 我们是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吃大杯做水 我不是佛以大杯做水 他也有他的功用 但是你不要把它看作是万灵药 佛法一定要从阴上去解决 那么你要度众生 那我们就回到说度众生 那么你要度众生到生死的彼岸 让众生可以得解脱 可以离苦 可以就近离苦 要解脱才能就近离苦 那么当然你如果让他正出国了 那么他一定会离苦 还没就近 但一定会就近 就是你已经把路带到这里了 那么再过下去 一起走就会到了 绝对不会迷路 正了出国之后 绝对不会迷路 你可以让他到正出国 像佛弟子就有舍利佛跟穆建远 据说两个就不一样 舍利佛渡人 就是把人渡到正出国 那么他就放肩了 那穆建远基本上就渡人 就渡到一直渡到正阿罗汉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假设 就是那你只要正出国 接下来就带你到这里 就迷路了带你到这里 这个一直走就死了 你不用带到目的地 他一定不会迷路 他可能稍微 就这一条路 正了出国最多最多七次 那么他一定会得解脱 但是还没正出国以前就不一定 那么有一个就是 他不早的什么时候会到 但是不会多三二道的 那个就是正见真伤 那么所以 所以你要度众生 那么你要让他能够就近离苦 或是让他已经就近离苦 那么至少 至少你要让他正见正上 让他怎么样 让他这个正出国 那么 吾以涅槃是正阿罗汉 而且是入 吾以涅槃就是 他不会再有生苦了 连生的苦就都没有了 连这一期的生命 都不会再继续受苦了 已经结束了 那没有下一期的 但是他就在 他就处于解脱的状态 那你要让众生有这样的状态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带对路啊 你要带到 你要带到解脱的路上 或者是顺于解脱的 所以常常讲 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 至少你要是顺于解脱的 所以你怎么样才能解脱 怎么样才能解脱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无我的智慧 你才可能得解脱 那么你 你虽然很热心到处去弘扬佛法 那么到处去做善事 可是 可是 你所讲的 并不是可以 并不是顺于解脱的 你是跟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 这些外道讲的是一样的 不过 不过 基督教信的是 信的是耶稣 全主教信的是圣母玛利亚 那佛教信的是穆罕默德 那么 但是基督教念阿拉 那么 基督教念阿们 佛教这个 佛教念阿拉 你念阿弥陀佛 其实是一样的 那个观念是一样的 那个求神的祈祷 祈祷神的加持 治疗一切的病 它是一切的归一处 是一样的 可是方法也一样 只是念出来的声音不一样而已 方法也一样 心态一样 方法一样 就是念 就是念 那么好好的念 专心的念 虔诚的念 那么 就会发生感觉 你的方法跟鬼教徒 跟基督教徒 都一样 跟外道 跟印度教徒也一样 也一样 那 没有办法显示出真正的佛法 你这样的淫导 那么 不需要你学佛 不需要学佛 你只是把阿拉 换成阿弥陀佛赫亚 把阿门换成阿弥陀佛赫亚 那没有什么 可是佛法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无所得的智慧 就是信空慧 这种智慧 它 你没有了这种智慧 你就不是真正的佛教 所以你没有信空慧 那么 你虽然是菩萨有菩提心 但是那个叫做世俗菩提心 跟世俗人一样 所以菩提心它基本上 比如像金刚经讲 它有四种菩提心 五种 二道如菩提 世俗菩提心 跟圣义菩提心 所以你虽然是要成佛的心 但是你的心 其实是世俗的心 那么 只有你得了信空慧 我们叫无声法忍 它那就是圣义的菩提心 叫做真实的菩萨 叫圣义菩提心 不会退了 不会退为小圣 那么一定会成佛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有信空慧 那这个信空慧怎么会来呢 当然就从你学习佛法 思维 如理思维 调伏烦恼 然后依着 你要依着正无我的 那么依无常无我的这个观 你才有办法得到信空慧 如果没有 那么你是不可能得到信空慧 那现在我们佛教徒 比较少这一块 我们佛教徒的修行方式 没有在观五印身心的 没有 不要说观五印身心 无常无我 没有的 都是什么 都是念佛 那么对象 它有个对象 看观世音菩萨 看阿弥陀佛 看药师佛 诵心念佛念咒 心里面想的都是什么 我念药师佛 就是我祈求药师佛的加持 我念阿弥陀佛 就是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我念观音菩萨 就是观音菩萨的加持 我念地藏菩萨 就是地藏菩萨的加持 都一样 都一样 你念经 念地藏菩萨 也是这种心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也是这种心 念念念念念真言 也是这种心 你念浦门品 还是这种心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还是这种心 你念大悲众 还是这种心 你观什么 你没有观什么 你能够解脱吗 不可能 是你解脱吗 没有 今天给你换了 换个圣音而已 土门品 换成地藏菩 地藏菩 换成玫瑰菩 玫瑰菩 玫瑰菩 换成可燃菩 还不是一样 还不是一样 他拿了一本可燃菩 跟你讲 这个是阿弥陀佛说的 你还是念得很高兴 对不对 拿圣经跟你说 这个 这个是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你还不是照念 你还是照念 所以你为什么那么多伪君人家也信 你就是没有这种观念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 都在这一块停掉 看起来都在学佛 实际上都不是 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泰国 泰国很全选的佛教国家 你知道泰国信佛的人非常多 大概百分之至少百分之九十 非常多 可是也是很多迷信的 我告诉你真的 只是他们家只是用撒白粉 白粉 我们是用水 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 你看泰国信佛的那么多 但是泰国的毒品 跟泰国的那一种 就是八大行业那一种特别多 照理讲你一个百分之多少的男子 都有出过家受过戒的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的那一些 比如说人妖或是性产业 或是毒品就特别多 另外泰国基本上拜四面佛的特别多 四面佛东边求婚烟西边 东南西北我不太清楚 大概一个就是求婚姻 那么求事业 求身体健康 类似像这样 求家庭平安 求学业 反正每一面都不同 拜的很多 非常多 四面佛当然不是佛 那是大半天佛 那么当时大家都信这个 那你到四面佛那边求 求财 求婚姻 求事业 求学业 求身体健康 求家庭平安 佛法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有苦跟热 是由夜来的 不是求来的 不是你跟观音菩萨求 跟地上菩萨求 跟要师佛求 跟阿弥陀佛求 不是的 是你修来的 是你照来的 苦跟热都是你修来的 那你要没有的 没有的要变成有 没有的快乐 没有的幸福 你要变有 或是有要变多 多要变好 有的痛苦要变少 重要变轻 多要变少 有要变没有 我们就这样而已 这个都必须你自己去做 不是求来的 都是你照来的 这个业 比如说你没有钱 你要变有钱 那么你除了你努力赚钱之外 你要有不思的因 要有为别人舍心 要有那个福业 那么你要去照做 你不是我 我用五百块 买了大苹果 我去供养佛 求佛给我五万块 反正我们都是这样 那你道不如 你与其 当然供佛有供佛的功德 但是你与其拿五百块 去买苹果 买大苹果 供佛 希望佛 给你事业顺利 给你这个家庭平安 你道不如 你道不如把这五百块 去帮助那一些贫穷困苦 那么没有钱上学 没有钱吃饭的 或是没有钱抗病的 或是起干 或是什么 你与其把这些钱拿去买 很好的来供佛 供佛需材都是你吃的 佛也没有吃 那么希望佛带给你幸福 你倒不如把这个心 拿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众生 那么这样还比较能够 带给你幸福 真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到企业 或是华会非常多 那么这一些 通常都是怎么样 你去诵经 那么希望佛帮你消灾 你道不如 你即使你比如说我给一千块 然后这个试验里面 诵经帮我消灾 你与其我一千块 我要写超度排位 写消灾排位 与其这样 你道不如我一千块 就捐给这个试验 那么我希望这个试验 那么能够带给这些 父亲的众生 父亲的众生 那么能够带给众生佛法 能够利益这些众生 带给这些父亲 有病有苦 心不安的恐惧的人 到了这个试验 能够产生安定的心 能够借由佛菩萨 那么带给他光明 带给他希望 带给他力量 那么你纯粹只是 护持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 希望这个试验 能够互念这些众生 能够 这个试验的存在 能够带给这些众生 那么有大的利益 这种心还比你 还比你说 我一千块 那你傍晚练金消灾 其实不用 真的 你道不如 你就一千块 就捐给他就好了 你心里面祝愿 那么我护持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 互念周遭的一切众生 你就发这个试验 还比你 还比你我一千块 那师父帮我送金 帮我消灾 我告诉你 师父帮你送金 不能帮你消灾 真的 他自己送金 他如果没有明白道理 没有依法修行 他自己都不能消灾 他能不能帮你消灾 那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观音菩萨也不可能说 我拿了一千块 请师父 我们的观念是这样 这个 我拿一千块 你说 那我 看人 比如说你 你这个法会里面 排位一千块 我一千块给你了 请很多法师 那么很多人集合 那么送金 那么回向就超度 这些严谨债主 超度我的父母 雷士 我告诉你 如果可以 那是谁超度 那你想想说 比如说我念普文凭 当然是观音菩萨超度 你钱交给这些法师 这些法师念经 然后 摆几个水果 然后请观音菩萨来超度 你的这些这些人 是这样吗 那这个可能吗 根本不可能 如果观音菩萨可以超度 你不用请他 你不用请他 他认为这个人 牵触祈求牵触印 他需要帮忙 他就会帮忙 他看得到他就会帮忙 那我们说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观念 比较很多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 我们透过 这个就是 以前你在说 花钱消灾的观念 我告诉你 花钱不能消灾 你与其 用花钱消灾的观念 你倒不如 花钱去帮助那些有灾难的人 那么你希望 你有能力 你多余的钱 或是你的钱 你希望透过你 你赚钱也不容易 但是 因为不容易 所以你愿意拿来帮助 帮助其他更困苦的人 这个钱才更有意义 而不是这些钱拿来让我吃好的 住好的 用好的 但是他也有意义没有错 改善你的生活 但是最大的意义是 透过他能够帮助别人 那么这种心 他本身就是什么 善心 善业 善心善业很强 你的恶业就弱 那么你不用祈求 我告诉你 你不用祈求观念菩萨 你不用祈求地藏菩萨 为什么 你的心跟观菩萨一样 你的心跟地藏菩萨一样 那么他就有力量 他自然就有力量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种观念没有 你通常离苦的方式不对 我们离苦的方式都是透过祈求 大量的祈求 这个观念不对的 苦有苦因 你必须要从苦因上下手 比如说贫穷卑贱 你就要知道他是由什么 由偷盗 由千贪 也许不是偷盗 但是千贪不是什么 那么这样来的 那么你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一个不多学许 不多闻熏 不清净三世事 不多闻熏 第二个 有法练法 那一样也造成障碍 那么这个观念你没有 你一直买水果去供养文殊菩萨 你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吗 你就买水果供养文殊菩萨 西洋文菩萨 透过你的供养 试点你智慧 我告诉你 佛法里面没有这种事 可是很奇怪 有佛教徒做这些事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人宣传 他好心啊 他也是好心啊 他希望你能够得到利益啊 所以他就告诉你 要这样就要这样做 戴个什么锁环 就可以消灾免难 家里面贴个什么 贴个什么符咒 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公司前面 烧什么烟什么烟 烟购 就可以招来财富 我告诉你 这样的书法不是佛法 真的 但是他也好心啊 他也好心 好心不一定做错事 做错做对事 所以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他在这里分四所菩提线 跟身体菩提线 因为没有性空位 所以你第一步 所以佛法第一个是要剥勒道嘛 要先有剥勒 要有智慧嘛 所以这个也是啊 六度波罗命以剥勒为道嘛 你没有智慧的情况下 那么你虽然做很多好事 他并不是带给你真实的利益 那个都是表面的 暂时的 甚至是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的 虽然也有好处啦 但是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 就好像你一痛 你就吃肺固醇 好事很快好 但是以后就麻烦了 还副作用嘛 你一睡不早你就吃安眠药 没有错 刚开始吃的时候很有效 可是吃久了之后你就知道 那么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讲到 所以你要度众生 那么你第一个 当然就是你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一定不离开 关照你的身心 那么察觉 察觉你的烦恼 因为有烦恼才有业 有业才有苦 那么你怎么察觉了烦恼 那么你要透过烦恼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缓回去烦恼要怎么消失 比如说那么我贫穷悲戒 是由于我迁滩 那么我就要舍迁滩 我是由于我懒惰 那么我就要努力 我不能懒惰 类是像这样的嘛 那你就是要去理解它 为什么 那么找出正确的方法 这个就是道嘛 苦是由于种种的原因 这些原因要弄清楚 不同的苦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 所有的原因的根本 都是我见我爱 那么这个要知道 但是透过我见我爱 造种种不同的业 它形成种种不同的苦乐 善业恶业形成种种不同的苦乐 这些苦乐它都有因有缘 那么我们要离苦要得乐 那么你必须知道它的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升天 你要再来做人的时候 你要家庭幸福美满 那么你就要持五戒 你不持五戒你很难 你血淫业重 你它就 倦主就堕乱啊 你脱到业重 家庭心气就一直不好 你上升业重 身体就一直不好啊 就是这样啊 你妄语业重 你事业就很难成就啊 那我们一般的幸福 就这个而已嘛 身体 事业 家庭 然后这几个部分嘛 那你如果没有 没有从这个地方下走 你天天祈求文殊菩萨给你智慧 祈求冠心菩萨 那么让你制约成功 祈求药师佛 让你身体健康 那么祈求地上菩萨 让你没有障碍 那我告诉你 不是求来的 佛法都是修来的 那么这个很重要 我们就顺带讲 就是你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本来是在讲忍路 现在讲回来 就是说 普提心里面要成佛 要度众生 那么不能没有大悲心 不能没有信空灰 不能没有 那么 所以这个大悲心 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就是要让众生都得解脱 那么你不能忍路 你本来 你不要受利益他 你不伤害他 那都很难 都很难 因为你受禄 那当然如果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受禄的心 那个是 那个是对我巩固 就是我受到伤害了 那 如果你有那 你自己成就到那种无我 你没有我受到伤害了 这样的概念 你不会有报仇的心 绝对不会 像目见脸 就很多主持大德也是这样 他也受到伤害 那么他还怜悯那个 怜悯那个伤害他的人 但是我一般反复做不到这样 但是所以你没有办法 怜悯伤害你的人 但是至少你要克制 不因为他伤害你 你加倍的伤害他 因为他伤害你 他会有恶业 他恶心造恶业 以后会受恶报 那么你因为他伤害你 你加倍的伤害他 你又有加倍的恶心 加倍的恶业 你一样会跟他一起受苦 那就划不来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比较难 所以说忍路 持戒苦恨所不能及 即使是我 我懂那么多道理 我有时候也要很忍耐 那么这种都是你必须要训练 你要训练 所以菩萨幼度里面 忍度在福报里面 他算是很重要的 而且比较难修的 比较难修的 我们来看 他这里也有例子 他说众生 他说我们虽然互念众生 色受众生 但是众生是愚昧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观念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因果业报的观念 没有啊 没有 有因果业报的观念 他虽然不一定照善业 但是他比较不敢照恶业 基本上这个是有的 但是众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观念 是愚昧的 可能会给予不失而不失感恩 这个也很多 这个最常见的就是 你第一次给他 他感恩你 第二次给他 他非常感恩你 第三次给他 他感动得不得了 第四次给他 他就觉得应该的 第五次你不给他 他就觉得你怎么不给我 他就觉得你欠他的了 就会这样 那因为他这种心 就导致你非常讨厌他 不给他 所以他就反过来怎么样 反过来讲你话 反过来怨恨你了 反过来伤害你了 就会这样 那所以 反而相仇恨 我以前遇过一个居士跟我说 他在外国 那么他的 因为他在外国开公司 然后他有请很多当地的员工 那这一些员工 因为华人在那个地方普遍是比较有钱的 然后他是佛教徒 那他的员工生病 他想说我们要照顾自己的人 所以他就对他特别好 那么给他请这样 然后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又给他钱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员工知道他有钱 他就透过关系 因为你在那里 比较非老是当地的保育 他透过关系就陷害你 那么给你 他去跟什么劳工局 什么样的取告 那结果当地的律师 他们会认为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站在劳工这一部分 因为你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这个就是帮他 那后来他就这样告发你 然后那个人反而就赔了他很多钱 那人家就问他 那他的 就是他那个老板就问他 那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那么有钱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时候不敲他 这个时候不从他那边赚 那什么时候 难得的机会 所以他以后因为这样他就觉得 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有慈悲的欣赏 当然这个会让人家 让人家从此以后不敢随便帮助别人 也会这样 但是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帮助别人一定 基于菩提心 基于慈悲心 一定是对的 但是要有智慧 那也不要因耶费死 你什么时候喝水呛到从此不要喝水 你什么时候吃饭吃到大肚子 从此不要吃饭 没有 饭一定要吃 水一定要喝 善先一定要发 善事一定要做 只是以后喝水的时候不要急 不要急着喝 要慢慢喝 饭吃的时候要看清楚 这个饭有没有夹打什么东西 不要吃得太快 不要吃得太多 不要急 只是这样 但是我们很容易一定会帮助过别人 比如说最常见的 你在路上 你在路上看一个人被撞 赶快把他救起来 再他到医院 但是因为他被撞 也不知道被谁撞 他找不到那个 找不到人 所以他就直接告发你自己撞他的 那你就要 不管最后你是隐还是输 你心里面都会很不舒服 你要去走法院 你要去去 这些都让你身心俱平 以后你直接一个观念就是 你里面见死不救 都不要这样 后面这么麻烦 但是这种观念是错的 这种观念是错的 我们就知道你菩提心 你菩提心就是 你善事善心善业 就像你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 你要靠他展养你的身体 你没有吃饭你就没有力 你没有喝水你就活不下去 你没有善心 你没有菩提心 你没有大悲心 你没有大悲心 你就不能圆满菩提心 所以你绝对 你遇见这种事 那么你帮助别人 别人反过来伤害你 你第一个念头绝对不是 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吃饭又不达好 能够喝心喉女精 其实不是这样子 这样会很容易让你 不是退 退成小胜而已 退到人天正去 甚至有时候反而 你要是不能忍 反而退到散热道去 会这样 所以你要有信控位置 要有智慧 要理解 要理解整个佛法的教法 他不是叫你做善事就好 要很有智慧的做善事 不是叫你念经念佛就好 要有智慧的念经念佛 知道为什么要念 念些什么 念来做什么 怎么念 知道要做善事怎么做 那遇见什么样的人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善事 可以利益他 如果这样不行利益 那么你应该换个方法 或是缓一缓 想一想 怎么做比较好 而不是直接做了不顺 就不要做了 以后再也不做了 你吃饭那些道 你不会说以后再也不吃饭了 那你这样吃什么都会 你走路跌倒 以后再也不走这条路了 要走另外一条路 那我可以一条路给你 这样显来显去 所以也是这样 那他这里讲 忽念众生的慈见 众生却偏要来饶汉 那么给予布施不知感恩 而反相仇害 所以你帮助他 你不伤害他 你不伤害他 他伤害你啊 你帮助他 他不知感恩 他还诬赖你啊 陷害你啊 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也是一样 你为他好 他不但不感恩 他反而抓住你的弱点 来伤害你 好 那这样怎么办 这样任何人都忍不住 孰可忍孰不可忍 通常就有这种情形 好 但是如果你不能坚忍 那前面布施跟慈见的功德 都会被破坏 为什么 你那个悲心 破坏的意思就是 你本来有慈悲心的 再也没有慈悲心的 你本来想成果的 现在 不想了 太懒了 不要了 我自己顾好我自己就好 通常都会这样 我把自己顾好就好 有能力顾到别人 太辛苦了 太复杂了 人心太选择了 世道太炎养了 我们还是好好念我求往生就好 就会这样 好好休息 自己解脱就好 就变成这样 这样还算可以不错的 你还自己要求解脱 有时候没有办法反过来 你要报复 你忍不下去报复 我就说 不是退到小圣而已 不是退到人天道而已 退到三二道去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要这么 你还这样 你还这样对我 你当我是塑胶的 然后我顾花威 把我当病猫 反正你后来加倍还给他 你对我三倍的好 我对你十倍的好 你对我五倍的不好 我对你五十倍还给你 以牙还仰 以暴自暴 让你体会我的感受 反正就是这样 成真心起来就是这样 可是这样造业 不用还的吗 你因为他 你因为他打你 你把他打中伤 你法律上多有罪 你不能说 我打他重伤 是因为他先打我 所以我没有追 不会这样 不会这样 所以一样业骨也是这样 谁造业 谁受报 造多少业 受多少报 造重业 就是受比较重的苦报 造重的善业 就受比较大的热报 所以苦跟热 基本上是由你选择的 但是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忍入的功能 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 想都不想 就造业 基本上会这样 所以世间尚且要 相忍畏国 小不忍 折乱大目 相忍畏国 一般比较有名的故事 是春秋战国时代 蓮婆跟令相儒的故事 就是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有读过 就是蓮婆是大将军 令相儒是宰相 大将军畏国家造了很多 就是因为出入战场 就是他为国家立了很大的功劳 那么他觉得这一些 令相儒是宰相 令相宰相这样 文官 他觉得文官 没有做什么事 要去手 他是拼命的 他在战场上拼命的 所以他有时候看不起这一些 就是讲话的 你不知道你要能够 你要能够这样讲动 令相儒也有很大的功劳 完毕规照就是令相儒的功劳 那么你不知道 当刚要能够说服别人 他也是要很厉害的 也不是说你 你靠你恐怖犹豫 会说服别人 没有的 有时候一支笔 一张嘴 有时候笔你一把刀 一把枪很厉害 但是 脸婆他就 他就看不起这种令相儒 觉得他有什么功劳 所以他就常常故意要修辱他 那有一次 有一次 但是令相儒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看见有一次 所以令相儒都是 故意闭着他 就是不要见 脸婆就是要找他的麻烦 故意要修辱他 但是他就故意闭着他 有一次令相儒在相儒里面 在一条路上 看见脸婆的车来了 他马上就退到那个相儒里面躲起来 闭着他 可是他底下那些侍从就很不谅解 就是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的光比他大 他是这样而已 他的光比他大 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就觉得他陌落 觉得他 哎呀 你觉得他宰相这么陌落 他一个将军 你怕他吗 你怕他干什么 印象里就是我不是怕他 那么 赵王 我王 我王的事业 跟将军 跟脸婆 脸婆还是他的将军而已 那么赵王跟秦王 他还是他都敢去跟秦王对象 他难道会怕 他难道会怕脸婆吗 他都代表赵王去跟秦王对象 他难道他会怕这个脸婆 他当然不怕 但是因为他知道脸婆 是国家里面的动量 这个他带这个边很有力量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里面主要的一个宰相 一个将军 意见不合 或是彼此为仇 那这样就会给邻国可称之心 他都不怕死 他都去敢跟那个秦王 六国时代的秦王 那个力量也很大 他都敢去跟他对象 他哪里会怕脸婆 但是为了国家 为了国家 不要让彼此造成仇恨 所以要避着他 避着他不是怕他 是为了国家 所以这个叫做相忍为国 那么也因为这样 后来这句话 就这些传到脸婆那里 就有很有名的复兴请罪 其实是这样 这个其实是相忍为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小不忍则乱道 这个是论语里面说的 那么这个也有一个故事 但是他不一定讲这个故事 但是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故事 西汉汉草的时候最有名的魔将 类似像宰相叫韩信 韩信的故事 华夏之路我们也知道 韩信他很有魔力很聪明 他平常工夫很好 他平常出门都带着保健 他长得又很高大 他长得很高大 平常就在街上这样走 路上就意见你给屠夫的儿子 就故意要来羞辱他 他就看不起他 他说你是不是长得高大而已 你是陌落无能的人 你要是那么有气势 刀拔起来刺死我 你就把我刺死 他可能是发酒窿还干什么 就有这样 你就拔起来把我刺死 要不行 你就从我的胯下撞过去 你要不把我刺死 要不从我的胯下撞过去 看你有胆量没胆量 这韩信看了看了他 从他的胯下撞过去 从此大家都笑他 但是后来 这个萧和就看出这个韩信的力量 他跟刘邦讲说 你如果要征天相 你一定要找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你征不了天相 后来韩信确实也跟他 帮了他很大的忙 他还用磨练 人家就悟起他这件事 他就说当时跨下之路 他说我杀了他 对我没有好罪 杀了就是 你杀了人没有什么理由 就算他请我杀了 你杀了人还是有罪啊 他说他叫我杀他的啊 他拜托我爸杀他的 你还是有罪 你就要被关了 那你一生的报复 你就葬在那里了 那你没有意义啊 你杀了他对你 你有伟大的报复要做啊 那你怎么可以 因为这件事葬送在他的手里 所以小不忍则乱大 就坏大事嘛 我们先休息时钟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观看